现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,由于饮食不当和不良的生活习惯,让许多人的肾脏变得越来越差,等意识到不行的时候才养肾,往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 所以说,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肾脏,早早就应该在平时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,具体都有哪些呢? 下面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给大家总结一下,一,这个事情很伤身,盐分摄入太多,我国是一个食盐大国,有数据显示,我国每天每人使用的盐量达到了10克左右, 而中国居民膳食只能指出,健康人的每日摄入的食盐量应该在6克以下,长期摄入大量的盐分分化,一方面会使自己的血压升高,增加高血压的危险。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篇重点要说的,会给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,这样就会让肾脏不能很好地排除体内的代谢产物,长期下去就会让你的肾脏工厂出现不小的问题。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,盐分摄入的太多不仅,皆是因为炒菜时放的盐太多了,生活的很多人加工食品,比如腊肉,薯片,饼干等等,当中都含有不少的盐分, 所以大家在空炎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们,而这个事情很伤身,经常性的憋疗,由于经常性的憋疗,导致肾脏生病的情况,在白领中很常见,因为繁忙的工作,或者不停的开会,往往几个小时都不去上一次厕所,久而久之的憋疗,就会导致膀胱内的尿液越积越多,含有细菌和有毒物质的尿液, 不能及时排出体外,就容易引起膀胱炎,尿道炎等问题,严重时,尿路感染还能向上蔓延到肾脏,引起肾鱼肾炎,甚至影响到肾功能,三,这个事情很伤身,长期熬夜熬夜,已经成为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,但是好了睡眠对于气血的生化,肾经的保养有着重要作用,中医上说, 睡能还精,氧气,健脾异味,坚固强劲,而临床上发现许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长期熬夜,或肚疲劳,睡眠不足的精力,因此,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肾脏,就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,早睡早洗,以利于肾经的养过, 四,这个事情很伤身,滥用不要相信,这是很多男性同胞犯过的错误,当男性同胞发现自己性功能不行的时候,为了享受,为了尊严,可能会在商店里买些能一次性强化肾的药物, 但是,也许这些药物在当时用感觉会很好,但是要效过了以后,就会给肾脏造成严重的伤害,如果想要加强性功能,建议还是多做运动锻炼身体,保持好的心情,比服用药物好多了。 五,这个事情很伤身,过量抽烟,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爱抽烟,甚至有些上瘾的一天要抽二到三包,殊不知,在吸烟过程中,随着香烟的燃烧,肾毒性物质已经被悄悄吸入体内,然后就会去杀死肾细胞的, 吸烟后,具有深毒性的重金属隔阂和肾脏内增加的自由剂,也会造成肾细胞损伤及死亡。 各位朋友,你的肾管,好吗?你有每年定期体检,检查你的肾脏健康吗?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养生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